相信大家已经知道,胡人队今天季前赛的赛果,他们再次输给决金队,由于季前赛主要以列宁为主,主力球员上场时间一般不长,所以输球并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,从最近两场比赛中可以看出,胡人队的进攻打得更加无私, 而防守多少有些改观,很多球员开始真正适应NBA的比赛,对于拉减龙多来说,他今天三分球三中三还不算最奇葩,比这更奇葩的是龙多还是这样不正经,异象手段连续用了两场,拉减龙多在今天的比赛中五投四中,三分球三投全中,砍下11分7助攻两篮板,对于不擅长中院投的龙多来说, 三分球三中三可谓非常罕见,毕竟龙多在球场主要是扮演球队指挥官的角色,他基本不随便出手投篮,更多指挥队友跑位,并为队友做球。 在最近两场比赛中,很多球迷应该看到了龙多的两面,一面是认真严肃,对比赛非常专注,一面是用笑手段试图干扰对手,让人忍惧不禁。 同上一场比赛一样,拉减龙多除了在比赛中组织球队进攻,适时将场上队友召集过来叮嘱一些事项外,他还在板凳席休息,时拿起平板电脑用心研究录像。 在上一场比赛中,龙多场下的专注让贾维尔·麦基和波斗等队友看在眼里,此一摊上班场坐在板凳席上低头认真研究录像,还吸引到麦克尔·比斯利的注意。 比斯利在一旁默默盯着龙多的电脑,表现出响,瞧一瞧的好奇,在次一第二节还剩三分多钟,绝金队的维尔·巴顿站上罚球线执行罚球,当他第一罚不中时, 拉减龙多像上一场那样热情伸出手掌,示意要跟巴顿击掌,这显然是带用讽意,试图干扰对手的小手段。 巴顿自然选择无视龙多的击掌请求,在上一场比赛中,龙多也是在绝金队的托里·克雷格罚球部中后示意击掌,当然也被对方选择无视。 龙多要跟巴顿击掌龙多要跟格雷格击掌正是因为这样,很多胡人对球迷直言拉减龙多是一位表面严肃内心也很有趣的球员。 众所周知,龙多在对比赛的执着和球胜率方面,跟何比布莱恩特是同一类人,从龙多以往干扰对手的经历来看,只要在规则允许内,任何能够干扰对手,帮助球队胜利的小手段,他基本都会尝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